今天我们来拆两个包裹 拍一个和平时不一样的视频 这两个包裹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为我们今年的户外行而做准备的 期待这一天咱们已经等了整整三年了 今天的第一个包裹是一个床上的防潮店 防雨防潮的质量特别不错 第二个包裹有讲究 这一个包裹是我按我面包车的尺寸去定的 这是一个床 长度为一米九八 宽度为一米一 刚刚好 这是一个户外的属于那种旅行的行铺 有架子 这个架子底下咱们可以放一些洗脸盆 洗漱的用品 然后架子上面 有时候咱们在不睡觉的时候 咱们可以放点锅碗瓢盆 出门的时候我还准备带一条狗 到时候这狗可以睡床上 也可以睡床底下 我觉得蛮好 这两天我们的包裹不止这几样 还会陆续的为你们呈现 等装备到齐了以后 咱们一起户外行 兄弟们 期待了三年的户外行 终于快到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为户外而做准备 谢谢你们的观看